音乐世家 佩奇一家其实是个音乐世家 他们对音乐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 猪妈妈喜欢拉小提琴 猪爸爸喜欢拉手风琴 佩奇喜欢敲鼓 乔治喜欢吹号角 佩奇一家悬油音乐会即将开演 敬请期待 乔治 这上了幼儿园就好比进入了社会 什么勾心斗角 校园暴力 稍有不慎就会毁掉诸生 这么可怕 不过不用担心 老姐我会把毕生所学传授于你 让你在上学第一天就齐开得胜 如鱼夺水 老姐完遂 首先就是要记住 当你和别人说话的时候 一定要压低声音 这样别人就会觉得你很有魄力 不敢欺负你 说的是你 哈喽啊 乔治 我是梅斯的丹尼 是咱们的英格里士课代表 很高兴认识你啊 首先呢 就是要记住 当你和别人说话的时候 一定要压低声音 呃 乔治 你说什么 呸 佩奇啊 你弟 是个哑巴 这个 没错 你爱不爱你爱不爱我 我问过你 都记住了 你 是什么 我听说你 我听说你